現在的天氣這麼熱 很多朋友都說 每次都有一些暈的感覺 對我的家庭醫生來說 其實很多病人都會來看說覺得暈 但是暈的原因可能是醫學上其中一個 最多可能性的一個病徵 而暈的情況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由你腦部 耳部 心血管 心臟規律跳動 精神情緒緊張 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令你暈的 甚至吃藥都可以令你暈 所以通常如果有個病人來說有暈的時候 我自己通常都要做很仔細的問清楚 其實病人那個病史很重要的 他怎樣暈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失了知覺的暈 是他清醒的暈 是一個慢慢慢慢越來越重要的 還是只是索時之間 暈起來有沒有其他症狀 比如有沒有耳鳴 有沒有天旋地鑽 有沒有手腳武力 那些全部都會是一些我們需要考慮的資料來的 那當然其中我覺得兩大方面我們最擔心的暈的 最辛苦是耳水不平衡那些 因為那些天旋地鑽其實是很辛苦的 你其實可能是坐都坐不起來的 但是其實我們最擔心的 反而可能是兩大一樣的 一個是心律不正 因為心律不正的暈呢 有時如果是一種重要的心律不正 可以撤死的 其實你突然間的心跳到 如果是跳到不規律到你的心臟失去了一個泵的功能 那就可以突然間撤死的 我們很多時候很可惜的 有時會聽到一些年輕的運動家 或者有些朋友在做運動的時候 突然間就失去生命 那些很多時候都很可能是有一些心律方面的問題 當然有很多年輕的可能是先天性的一些問題 但是那些有時候你不是那麼容易測得到的 那另一個就是腦部 腦部那些 譬如你如果是有些心血管的狹窄啊 山塞啊 或者譬如有時你有心房戰動 你有些血塊在心房的時候 突然間碎一小塊 飛一飛上去 那如果是整塊大的 失去了 那你就可能中風了 但是有時候你有些可能是很小顆的 飛一飛上去很短時間 然後它又過了的 那都可以有這些情況的 那當然另一種運動 譬如你血糖低啊 那類的那些 那所以運動基本上是 不是一樣你可以這麼能夠去忽視的一件事來的 如果真的有暈的情況出現 尤其是可以重複的話呢 都是真的最好找你的家庭醫生去看一看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清楚的原因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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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